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在中外都很出名的将军,但是他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将军,他从来没有带过兵,他是一个只讲武,但是却从来不动武的人,可是他却让日本人一直铭记到现在,他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整个抗日的局面,日本人也是必须承认的。 他曾有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的陆军,他就是一代的儒匠,蒋百里,蒋百里先生的一生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无论是他与莫索里尼斗志,还是创建了浙江朝,无论是他的女婿前学森,还是他的日本太太,甚至到蒋先生,人生的最后一刻都是充满着传奇的。 蒋百里先生一生是都没有去过战场的,但是他却是一个可以左右战况的人,甚至在这场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可以预知整个战争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一代儒匠蒋百里一生从未上过战场,却能在死前知道中日战,争的结局在918事变以后,蒋百里先生就知道了,中日之间肯定是有一场恶战的,这是不可能避免的。 他用了自己所有的力气,写下了,国防论,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里总结起来有三点是特别重要的,第一点讲的就是中国,不要害怕和日本爆发,全方位的战争,怕的是像残一样一点点的吞噬我们。 所以我们不应该,对日本有退让,应该主动的对他进行反抗,消耗日军的耐力,让日军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侵略我们的土地。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主动打击还在上海的日军,要逼迫着日军他们选择,顺长江而上的进攻线路。 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靠江的山地和沼泽,用这个来,比消日军在兵器上面的优势。 第三个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兵法。 李常提到的用空间来换时间,与日本坐着持久战,通过时间来拖垮和消耗日本的耐力。 最后选择在,四川和湖南的交界处,与日军产生决战。 但是在现实中,蒋百里先生在1938年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但是让人觉得惊奇的是,中日之间的战争真的就是,按照蒋先生的设想,半步都没有偏差。 如果说这一次是蒋先生,打败日本陆军的一次,那么另一次就要比这一次,更加有趣好玩的多。 蒋先生曾经是在日本的军校留学的。 日本的军校在毕业的时候有一个习惯,他们会对学生进行毕业排名。 排名第一的那个人可以拿走天皇的配件。 当时整个日本军校的日本人都没有想到,最后拿走天皇配件的会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人就是蒋百里。 他的同学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人。 在二战史上都有提到过,比如松井石根,本庄凡,荒木真夫。 因为这样蒋百里一下子,就成为了整个日本陆军史上,让人敬畏的人物。 蒋百里从日本军校留学回来的时候,便全力的投放到国防的事业当中,为我们的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军事人才。 1938年的时候,蒋百里因为没有办好自己的军校,他就为国自杀了。 在他死之前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圣也好,败也好,就是不可以讲和。 蒋百里先生,一直到死亡,他都在考虑着,中国民族以后的出路,提出了关于中日战决定结局的观点。 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这个观点让后来的日本人启南石安最后走向了灭亡。